采访前吃药时间到了 林小姐赶紧先服用抗生素 现在的她免疫功能比较差 怕伤口感染 林小姐在2023年确诊是乳癌四期 已经转移到零八 因为肿瘤太大数量也多不能开刀 她先做健保给付的双标靶加化疗 没有用后医生再帮她申请第二线用药 一样她一直狂长 痛到我 就是每次去都跟医生呐喊说 我真的好痛好痛 她说后来她就建议说 那我们要不要加那个免疫疗法 就是小红没再加免疫疗法下去 看看效果怎么样 所以我这个组合就又打了两次 等于说免疫自费两次 打完之后第二次还是一样 没有控制住 后来医生也就说不行了 这个真的控制不住 才会落到现在打最新最新的那一支药 自费打了最新标靶药 林小姐说她终于有比较好转的感觉 但打一次16万三个星期得打一次 是相当庞大的经济压力 林小姐说医生很努力为患者找资源 像是临床试验等等想减轻她们负担 很多病友不懂最有效的药 为何健保不给付放在第一线治疗 要让他们如神农士长百草 因为有些健保的药 老实说它就是拖着你的病况 让你不好也不坏 可是说你要进一步治疗的话 它真的是没什么效果的 而且有些副作用还大到说 你必须还要借由其他的药物来 舒缓这个副作用 我那个白血球降到只剩几把 完全我的身体没有抵抗力 而且我的鼻血流不停 嘴巴那个口腔到处破到不行 最后呢我的医生又紧急帮我加打 那个白血球增生剂 可是那个白血球增生剂 它也是要自费的 林小姐说健保给付的药 她打过一轮了 她说在后诊时看到很多年轻病友 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 而当自费才能买活命药时 甚至有些人选择 因为本来癌症的治疗 就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保证痊愈 所以我们很多就是中壮年的病友 他可能家里的负担比较大 他甚至会跟我们说 他甚至为了家里考虑不要治疗 其实很多的专业医师 在跟我们讨论关于国际指引的时候 都会说 其实很多的这个疗法 在国际指引上面 是很明确的规范了 但是可能同样的指引 移到台湾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变动 但我们比较遗憾的是 变动的原因有的时候 是因为就是财务的关系变动 台湾有些用药落后于国际医疗指引 是因为健保没钱难以给付 而新药新科技的发展相当快速 我想站在一个病友角度 或者是我们临床一线人员的角度 我们都会希望这件事情 可以用尽快的方式 那审查这一块 因为每个国家的做法不太一样 主管机关有的是 根据国际的一个适应证 就直接走入给付 那但是在台湾的话 其实台湾有总和 就是在整个医疗资源上面 比较有一定的限制之下 当然在审查上面 就会更多的一个考量 根据杨交大学者分析 OECD会员国的自费医疗占比 结果发现台湾高居第三名 自费占比达31.5% 仅次于墨西哥的41.4% 和希腊的33.3% 而跟亚洲的邻近国家相比 南韩是29.1% 日本只有11.1% 另外根据卫福部的 国民医疗保健支出年报来看 台湾家庭自负医疗费用 占经常性医疗保健支出 2023年已经是38% 而不少民众觉得 自费医疗越来越多 像是牙科 骨科等等 让荷包越来越伤 以日本为例 为什么他们的自费比 民众的医疗自费比例 只有11% 可是我们要高达31% 那例如就是说 像在日本 如果他是得到这个癌症 那需要用标靶药物治疗的话 那日本事实上 他们在60天以内 就可以纳入健保的一个给付 而且是全部的适应症 indication都是纳入健保给付 可是我们台湾 可能经过700多天以后 我们在癌症的标靶药物 只能纳入三分之一的适应症 民众的健保的 这个就医的自费项目 逐渐增加的 那个背后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健保的总额的成长率 相较于其他国家是不够的 健保当然不可能包山包海 但在救命药的部分 政府要重新规划 给付要跟上国际 而不是用阳春的药 健保涨保费 政府要不怕得罪民众 民众也要思考 新药新科技的发展 带来的成本增加 当国家人口越来越少 要将医疗视为一种投资 而不是成本 TVBS新闻 罗树鹏王一杰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